嗯 喂妈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行行行 我马上就去找经理请假 就去医院找你 欢迎光临 刘总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上班接电话的 没事去吧 这里还有我 可是一会还有一个客户要来 看命要去去吧 这里还有我呢 谢谢老板 欢迎光临 你好 胡怡晨 小赵你是 过来看车的吧 你是在这打工的吧 咱们同学一场 要不要我买台车 帮你成功业绩 那你看这台车 胡怡晨 你搞搞清楚 我跟你们这些打工的可不一样 我要是买这么个拖拉机 会来你们这个车行 这边还有几台高档的 不过都有点贵 有点贵 你看不起谁呢 我告诉你 我老公可是这家车行的高管 我身上穿的呢 都是皮尔的 黑的也是三十笔啊 就连我这一个手机啊 恐怕你一年都买不起 竟然这么有实力 来 这边请 算你识相 这台车看的还不错 有眼光 这个车呢 给我比法百 这个车太矮了 我坐着不舒服 不要看那边 哎胡怡晨 你的销售怎么到的呀 车这么脏 让我怎么看啊 没事 我给你擦 哎 别动啊 我拍张照 发朋友说 让咱们老同学都来看看 光光光你的声音 应该不会解议 潘总 嫂子不懂得找是同学吗 哎呀 这麦家娘们不是咱们饭玩吗 你要不买车的话 就别在这儿胡了 我们快下班了 学校要 这是狗急跳墙的呀 我再告诉你 我老公 是这家公司的高管 信息分分钟开除了你 我都要看了 这家公司 什么样的高管 可以随随便便的开除了 别急啊 我老公马上就报 怎么样 你看 我老公过来了 混账 听见没 我老公说你混账 说你了 你给我下来 哎呀 老公你干嘛呀 你想玩 咱们回家玩呀 别让我的同学太秀乎 哎呀 你快把嘴闭上吧 这可人家的董事长啊 什么 董事长 不是 是我管家无花 如果他知道您是董事长的话 这件事肯定不会发生的 我们都会做服务行业的 不管今天 在这儿的 是不是我 这种事情 都不应该发生 就这样 我们同学一场 你过得好呢 我替你甘心 不过 你要觉得高人一等 那是因为 你们的圈子太小 算了 今天时间也不走了 你们 我回吧 不走 感谢您 大人不计小人过 等一下 我的意思是 想不干 走人 接下来 我们下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